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心灵丸岛一开始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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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过一阶高山深海 你爱的江河流向我 紧握敞开我的心本 让你指着爱是分我 在这里中我珍惜了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英如非常的高兴 再次和你相会在心灵丸岛的节目当中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无论你今天的心情如何 但愿英如透过心灵丸岛呢 你爱的江河流向我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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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要跳舞 别让眼味很稀奇 在那世界看见这光 他们的欢喜就像我们迷恶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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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是当情绪很低落的时候 真的很需要好朋友的加油打气 而不是呢被泼冷水 是吗 我觉得啊 一个人说话呢 重不重听哦 真的很重要 特别呢是在适当的时候呢 说出对的话 更是太太重要了是吗 有一个太太 先生是他的大学同学 他们两个人呢相恋结婚 很多人就称赞他们是金童玉女 郎才女貌 那先生呢 是在太太父亲的公司工作 岳父很器重他 让先生呢 去他的子公司担任董事长 可这个先生啊 他觉得呢 自己好像是因为靠着岳父的关系 才有今天董事长的这个地位 所以心里面的那种自卑感啊 跟压力就很大 太太也知道 先生的心里有这样的障碍 所以常常说鼓励他的话 比如说他会赞美先生 爸爸所有的企业当中啊 就是你负责的公司管理的最好 这个公司如果没有你啊 绝对不会成长得这么快 可是有一天呢 太太却破功了 跟先生吵架 不小心说了一句最不应该讲的话 他对先生吼叫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现在是董事长了 要不是我爸 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一家店扫地呢 哇 先生听了这句话 没有讲什么 就默默出门去了 好几天都没有回家 这下子太太急啦 知道闯大祸了 几天过后 先生人回来了 却做了一件让太太傻眼的举动 第一 他向董事会辞职 不干了 第二 他竟然独自一个人跑去美国定居 太太当然跟他不断地道歉啊 这个岳父也帮忙讲话 全部都无效 最后还是闹得离婚 各分东西 在恩爱的亲密关系里面 也会被一句不恰当的话撕裂 因为这句话呢 挑动了先生内心的自卑感 一旦被触动 伤害极大 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是关于 说话要有智慧的教导 比如说真言第十章第十九节说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尽止嘴唇是有智慧 以及真言第十二章十八节说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依人的良药 这几节经文呢 都指出人际关系里啊 说话要得其实 否则就很容易伤人 说话的确要有智慧 有智慧的话 不但不会刺伤人 还能够成为医治别人的良药 我想到有一对夫妻啊 邀约朋友来家里面吃饭 这个太太啊 为了要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 到家里做客 所以就准备了非常丰盛的佳肴 然后呢 花时间呢 把家里呢 整理干净 两个人呢 就在家里面等 奇怪 朋友怎么还没来 先生去看刑事里 才发现 哎呀糟糕 他记错时间了 其实下个礼拜 先生心里面就很忐忑啦 因为是他记错时间 太太一定会很生气的 是吗 如果你是这个太太 你花这么多时间整理 然后准备这个食物 真的是很有资格生气的 这个太太也知道 先生不是故意的 她说先生啊 此刻就好像他手掌心的 一只小麻雀 他只要用力一握紧 就可以把这只麻雀 掐死 他知道他要放手 不要掐死他 可是好难啊 这时候呢 他就向上帝祷告说 神啊 求你救我 哇 当他一这么祷告的时候啊 他的手就瞬间松开了 就让这麻雀自由 于是他就笑一笑 走到先生的旁边 哇 先生看起来像惊弓之鸟 想说太太不知道要怎么样 用话攻击他哦 没想到太太竟然 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 开心地搂着他 轻轻拍拍他的脸 说老公 只有你这么可爱的男人 才会犯这么可爱的错误 亲爱的朋友 说话怎么说 真的要有智慧 当然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 很想说气话的时候啊 或许我们可以学学这个 聪明的太太 他说神啊救我 神啊救我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赐给你智慧 让你在关键的时刻呢 说出有智慧的话语哦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说话有智慧的人 因为你说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 却为依人的良药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说有智慧的话 能够成为造就别人 医治别人的良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和你分享的节目是 心灵丸岸道 我是音儒 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 你有任何想法 欢迎你进入心灵丸岸粉丝团 留言给我 祝你平安了 我们下回空中见 拜拜 心灵小雨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格林多前书八章一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